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话我以第一人生视角来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北财政大学最大的一个食堂 也是同学们选择最多的一个食堂 中心餐厅里面呢是有上下三层 包含了咱们中国南北方的几乎所有的饮食 各种各样的美食同学们都可以收到 所以不管南方同学还是北方同学来到东财这边 在饮食方面都是可以适应的非常非常快的 下面呢我们大家进东财的中心食堂去看一下 这边呢是东北财政大学中心餐厅的一楼 一楼这边就可能类似于比较大众一点的炒菜跟米饭 包括面条啊之类的馒头啊这边都会有 咱们来看一看咱们近距离的这个菜 这边就是东北财政大学中心餐厅的一个二楼 在这边呢可以看一下跟一楼的这么多的炒菜呢 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像这边的水吧 还有包括咱们中国从北到南的饮食 像麻辣烫啊炸酱面啊或者是麻辣火锅 甚至包括这边的包仔饭从北到南 咱们的食物就已经算是有了一丝小的汇聚 稍后呢我们会上三楼 等大家再看一下更具有特色的这个南北方的一个美食 咱们中心食堂的三楼呢 这边就更是群星辉翠了 包括各路的网红美食基本上都在这里喜剧了 像是咱们比较有争议的像螺丝粉啊 桂林的米线啊 还有包括前面的北京烤鸭 包括台湾的烧鲜草 铁板烧之类的都会在这边呐 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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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 的东北的餐厅 energ餐大学的中心食堂呐呐呐呐上上下三层 从南到北所有的饮食都可以给您做一个选择 下面呢我来带领大家去看一下东才的校园风景 这个花园呢也是我非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花园 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花园里面去读读书啊 或者是跟自己心意的同学一起观望这个小花园去修身养性一下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下面呢带领大家进这个小花园里面去转一转 这里就是跨学教育中心 这是我们麦大学同学上课的教学楼明哲楼 同时呢我们跨学教育中心也是中国教育部批准的留学服务中心 下面带领大家去看一下咱们同学们上课的一个教室 这里呢就是麦大同学上课的教室所在的位置 这是在明哲楼的三楼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同学上课的一个教室的环境 可以看一下咱们东才的教室呢是非常的现代化的 包括他们的摄影机包括大屏的投影以及这个音箱的设施 这是为了确保咱们麦大的同学在这边上课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上课体验 我们确保我们同学的上课质量包括这边的上课的距离 因为防疫的关系也都是足够足够的 这里呢是教学楼的一个茶水间 同学们在课余期间呢可以到这边来休息一下 同时这边还免费提供了直饮水热水以及微波炉 同学们如果有需要的话都是可以来使用的 看完教室之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学生的宿舍 走咱们进去 这里就是宿舍财在地秋十楼 咱们的学生公寓里面呢都采用了比较先进的人脸识别系统 注册之后直接人脸识别秒通过 下面呢带大家来看一下咱们麦大同学所住的宿舍 请进 你可以看这边进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衣柜 然后这边整体的面积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每个房间呢会配备两张单人床 同学可以选择一个室友或者是自己独享这个房间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边呢还有配套的电视 另外我觉得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咱们的这个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独立的洗手池独立的马桶 还有独立的淋浴设施 这个呢是比咱们大学生的普通宿舍要好非常非常多的 下面呢带大家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厨房 厨房的话在这个宿舍楼的二楼和四楼都有配备 然后二楼四楼的话都会放一个单独的冰箱 同学们如果有什么需要冷藏保存的食物都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另外这边呢可能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厨具 也可以烹饪一些简单的食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下面呢来看一下咱们的洗衣间 这边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洗衣间 学校呢是配备了两台公用的洗衣机 同学们呢可以用两台洗衣机去洗自己的衣服 这样可能会稍微的方便一些 今天呢基本上带大家转了一下冬才的校园 参观了咱们的食堂教学楼包括宿舍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内容 然后欢迎大家下学期继续留在冬才 或者新的同学来到冬才就读 你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体验 另外呢我觉得这是咱们大家唯一一次 可以体验在国内大学就读的一个机会 OK拜拜